你好,我是昆仑刘石,咱们继续聊啊,这准盖尔韩国和嘎尔丹的故事 乌兰布统大战以后,这准盖尔韩国和大清朝啊,哎,消停了六年 说是六年没有战争,但是在这期间,双方的关系仍然是暗流涌动 那么主要的动作呢,肯定是来自嘎尔丹一方 您看啊,这康熙皇帝虽然在乌兰布统大战当中啊 失去了一位舅舅和几员大将,损失了不少的兵力财物 但是那句话,咱们还是得重申 这乌兰布统一战的清朝啊,虽然在战场上没捞到便宜 但是在结果上,可是有了很大的收益 就在1690年的5月份,草原上啊,举行了上大的会盟 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了大清国对喀尔喀蒙古的主权 也就是说啊,现在的外蒙,乃至啊外蒙还要望北的一些土地 那会儿都属于咱们华夏了 所以呢,这大清北部冗长的边境县呢 刚刚安定不久,这大清国康熙皇帝绝对不会啊 没事再给自己找事往北啊,继续发动战争 并且这会儿狡猾的嘎尔丹呢 他好像拿出了这辈子所有的聪明才质来对付康熙皇帝 首先呢,他假意认怂了 他对这个康熙皇帝派来的使者说呀 这圣上乃佛天爷 所以呢,我们这小帮寡国的准二韩国呀 那哪敢跟天斗啊 当着这使者的面,这嘎尔丹啊 就敢撩衣服跪倒在地向天发誓 永远不与大清为敌 这康熙皇帝,您别看呢,比这嘎尔丹小几岁 可从八岁开始啊 就是在这政治的漩涡中游泳长大的 直到如今呢,不但没呛过一口水 而且已经是玩心术谋略的老炮了 他哪吃你这套啊 康熙皇帝在给杆尔丹的书信当中 就很正式的警告他 他说你若有窘迫之处 奏文于朕,朕必关照于你 可若你再来强略,违背誓言 朕必立兵握马,剑具整备 必无穷讨断不终止 这是正式的警告了杆尔丹 现在啊,喀尔喀蒙古 已然是大清版图了 那儿的牧民也是大清子民 你要是再敢抢他们东西的话 那我就打你 一直打,不停的打 并且在朝会的时候 康熙皇帝还把自己的担心 告诉了文武百官 他说杆尔丹儿人 输狡猾不可深信 必增加军事力量 时刻准备讨伐 那么说这杆尔丹呢 完全是两面派 嘴上说的和做的呢就是两套 1691年 也就是乌兰布统治战的第二年 这杆尔丹呢就领着兵啊 到这个末北蒙古 也就是原来喀尔喀蒙古的草地上啊 去游牧了 这个呀,咱们得两说着 这杆尔丹的大本营 哥布多地区啊 实际上 生态比较脆弱 根本就养活不了啊 杆尔丹和自己的部众 回忆伊犁 那是没有可能 那边啊 自己的侄子侧往阿拉布坦 把持着原来准杆尔韩国 自伊犁以南大片的土地 而且随着时间越过越长啊 自个儿这个侄子 胳膊根是越昏越壮 这杆尔丹呢 虽然不怕他 但是详想啊 必定啊 是自己的侄子 那这五月剑派 同气连之 自己啊 要是有力量 我还扩张啊 那还不如啊 往东啊 去抢夺 喀尔喀蒙古的资源的好 就即便是这样 这杆尔丹还是吃不饱 这民众啊 经常挨饿 水草丰饶的年景啊 还算好 一旦有了一点天灾啊 哎 那老百姓就得挨饿 这会儿啊 就看出哥们的力量来了 谁呀 杆尔丹的好朋友 远在拉萨的那个 西藏地坝 桑杰加措 杆尔丹的好朋友啊 好师弟 武士达来元寂以后啊 他密不发僧 他假借着武士达来的名义啊 已经控制了整个西藏 并且影响到 包括青海在内的 整个和收特韩国 这会儿和收特韩 这个世俗统治者呀 根本没有这宗教统治者 西藏的皇教喇嘛 声势大 那名义上是武士达来 控制这一地区 实际上武士达来死了 元寂了 真正控制这一地区的 就是苍结加措 这苍结加措 就动员和收特部的各个王爷 要支持改尔丹 大家都是蒙古人 同属厄鲁特斯部 所以呢 瞧他挨饿呀 你们不能不管 还真不错 有这个好机友的 花说柳说呀 这和收特部啊 还能啊 时不时的支持改尔丹一些啊 牛羊牲畜 以及粮食 那么说这1691年 这改尔丹呢 在这个 卡尔康蒙古附近游牧 这康熙皇帝知不知道 哎 我想康熙皇帝啊 大概是不知道 首先呢 刚刚经过乌兰不统治战 哎 这改尔丹也不会傻到啊 往这个 看尔康蒙古 内地更多的深入 其次呢 这改尔丹呢 这回啊 聪明了 他不扰民 他不抢劫 只是啊 在人家的草场上 风风木而已 并且呀 还得向这些牧名做宣传 我们都是蒙古人 这满洲人 才是外敌呢 所以咱们得拧成一股神 统一这个蒙古地区 别让外人把咱们欺负了 可是这些 卡尔喀蒙古的牧民呢 在他们心里 也不一定啊 就有多么认为 自己现在是大清的属民 并且呀 山高皇帝远 那么爱谁是皇帝 谁是皇帝呀 在他们心里 可能意义也不大 所以呀 这些牧民 也没听改尔丹哼哼 卡尔喀蒙古人 见着厄鲁特蒙古人 就害怕 避而远至 唯恐不及 没有抢夺呢 自然也没有人 上报给王爷 这王爷呢 自然也没有上报给朝廷 所以说这康熙皇帝 可能不知道这事 但是这事能瞒得过去呀 有一件事瞒不过去 这大清朝啊 在俄国的探子呀 就把情报传回来了 说这卡尔丹呢 自1691年以后 与这个俄国 在这个西伯利亚的地方长官 游京走得很密切 两人呢 秘密的会晤了好几回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旦要和大清朝再打起来 这卡尔丹希望 沙皇俄国在人在枪上啊 对他能有大的帮助 那这康熙皇帝 听闻此事之后 他能干吗 他立刻派使者呀 就联系了沙俄 这沙俄一方表示啊 我们不会支持卡尔丹的 那实际上呢 这帮孙子是想啊 等打起来 我们要看看再说 到时候什么协议不协议的 那都是一张废纸啊 枪一响啊 实力说话 那这会儿的康熙皇帝呢 有别的事忙 倒也没时间理的 那康熙皇帝忙什么呢 哎这墨北蒙古啊 刚刚归顺大清 这康熙皇帝啊 得把头绪理出来啊 首先说 这康熙皇帝干了一件自己啊 不太愿意干的事 什么事呢 他把这个 折不尊丹巴活佛的地位啊 提高了不少 册封他为大喇嘛 不用通过西藏拉萨的教廷 这折不尊丹巴活佛 就对整个蒙古地区 有宗教裁判权 那为什么说这康熙皇帝 这件事情干的他自己不太情愿呢 他有两个原因 一呢 他觉得呀 这个土屑图汉干的很多浑蛋事 都是他这个弟弟 折不尊丹巴活佛呀 在后边出的坏主意 再有一点呢 他这只活佛转世弄的挺乱的 包括他下属的一些糊涂客徒们 就是二等的一些活佛们 越转世啊 就越是转世到他们家族来 这活佛转世本来是一件很神圣的事 可是后来降出一家呀 那无私就有弊 所以说这事很讨厌 直到什么时候 这种啊 光自己家转世的事啊 才结束呢 到了乾隆年 这乾隆皇帝对活佛转世 必须金平撤迁 有了硬性规定 并且呀 写了喇嘛说刻在雍和宫的院里 从此啊 这活佛转世 才算是相对的公平公正了 这事您要想听啊 您留言区告诉我一声 咱们可以针对这个活佛转世这事啊 咱们单聊两期 也挺有意思 这康熙皇帝呀 把哲不尊丹巴活佛 从一位普通的忽图贺图 也就是二等活佛 直接就提升为了大喇嘛 在清朝从现在开始 哲不尊丹巴活佛 一下子在藏传佛教皇教当中 也就是格鲁派呀 与这个达赖尊者和这个班禅大师 就拉平了 那康熙皇帝的用意也很简单 在整个蒙区要扶持自己的宗教力量 在这个蒙区啊 给植不尊丹巴活佛就建立了不少的庙 这些庙都叫什么呢 叫慧宗寺 这慧宗二字取得上书 江汉朝宗与海 象征着蒙古各部的统一 都要心向朝廷 心向大皇帝 那换来的自然是 这植不尊丹巴活佛更加的恭顺大清 每年到了秋天呢 他都要跑到木兰围场啊 去觐见康熙皇帝 并且呀 要做无数次的法事 替大清替皇帝祈福 那转眼就来到了1692年 这大清朝有一只几十人的使团呢 要去这个准格尔韩国通使 这带队的使者呀 叫做马迪 那么说这只使团是去准格尔韩国 他们是去见格尔丹吗 不是 他们是去伊犁呀 是去见这个侧望阿拉布团 这事儿啊 就让这格尔丹的一个部下听说了 这孙子听闻此事之后啊 就骂贤街 说你们也不知道啊 这草原上谁是主子呀 谁是奴才了 现在呀 我们大韩虽然偏居科不多 但是这准格尔韩国的韩王啊 还是我们大韩格尔丹 虽然这侧望阿拉布团 占据了首都伊犁 但是你们怎么能绕过大韩 去见他的侄子呢 喝了两杯酒之后啊 更是酒壮俗人胆 是怒发冲冠 于是派了五百兵 就把这只使团呢 给截了 截了呀 还就都给杀了 康熙皇帝得到气以后 一听就急了 雷霆大怒啊 于是就准备发兵 可是还没等发兵呢 这格尔丹的使臣就来了 跟着康熙皇帝紧子解释 说我们大韩呢 真不知道这事 这完全是他的部下所为 大韩得到消息之后啊 已经把这名部下处置了 还请着大皇帝 暂惜雷霆之怒 咱们暂且罢兵 我们愿意赔偿天朝一切损失 这康熙皇帝一琢磨呀 哎 要是因为一场误会啊 就发兵确实直不当的 再者 这格尔丹所在之地科布多呀 实在是太远了 出兵一次真是不容易 再有 那大片的操场 格尔丹躲在哪啊 哎 他只要不出来 你是找不着他的 所以呀 也就回信 深斥一通 这事就作罢了 到了1694年 这格尔丹呢 和他侄子 策望阿拉布坦 打起来了 那您想想 那早晚得打起来 一扇他能容二虎吗 这康熙皇帝 这些年呢 没少接触策望阿拉布坦 他虽然不太喜欢他 但是啊 本着这个敌人的敌人呢 就是自己的盟友这个态度 所以呢 也没少给这个策望阿拉布坦好处 那大清朝能给他们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啊 只要你们都老实的别打仗 那我就跟你们护士 你们准央人会种粮食吗 会支部吗 这些还在其次 你们会打铁吗 会治铜吗 那如果要是都不会的话 那就等着 等我们的商人呢 把这些东西给你们送过去 咱们护士之后 你们就什么都有了 那这话说白了 这少数民族啊 无数次的男亲 那不就是为了这个金子瓶子和仇子吗 那现在呢 咱们护士 有了正规的交易渠道以后 我这大清朝算是抓住了这蒙古的卖门 于是这康熙皇帝啊 就写信给港尔丹 说如果你要执意的再攻打侧王阿拉布坦 那咱们就断绝护士 这么一来呢 算救了侧王阿拉布坦了 自此以后啊 这卡尔丹也再没吸扰过伊犁的侧王阿拉布坦 他这个好大侄 可是这会儿康熙皇帝也察觉到了 这卡尔丹呢 可能并不是真心想攻击侧王阿拉布坦 对这个伊犁的用兵啊 卡尔丹很有可能就是想练兵 早晚有一天 这卡尔丹还会对这卡尔卡蒙古用兵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不怕这贼偷就怕贼惦记 果不其然的你不打他呀 哎他都来找事了 就在第二年1695年 这卡尔丹呢 想试探一下 这康熙皇帝庇护卡尔卡蒙古的决心 那废话 这就是一招臭棋了 现在的卡尔卡蒙古啊 那可不是大清的蜀国那么简单了 那就是华夏的版图大清的领土 那这卡尔丹是怎么试探的呢 他竟然呢 向这个康熙皇帝提出 让这康熙皇帝啊 把这个和他有仇的这个吐蟹图寒 和直不尊丹巴活佛交给他 他倒没直接说呀 让这康熙皇帝把这两个人呢 送到他的科布都 他建议康熙皇帝啊 让这二人回到这卡尔卡本部 到时候有什么事啊 这卡尔丹在找这二人单聊 这卡尔丹心里话说 你放屁气吧 看来这卡尔丹狼子野心不除啊 永远是草原上的一大患 那这回这康熙皇帝可就不客气了 密令自己的大将军 费养古是赶紧备战 这卡尔丹一方呢 也有准备 首先呢 这卡尔丹咨询了西藏教廷 这武士达赖回答他呀 说可以答 那实际上是武士达赖答复他的吗 还是他那个好朋友 桑杰加措 那这就算是有了西藏教廷的支持了 西藏这些大喇嘛替卡尔丹筹划了半天 经过一番占卜之后 答复卡尔丹 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之间最为吉利 在那开战呢 神佛说了 保你能赢 这卡尔丹一听啊 这下算妥了 于是就把自己的部队拉到了今天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的克鲁伦河的上游 也就是啊 这西藏大喇嘛 为他指点的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之间 那会儿这地儿啊 就巴掩乌兰 实际上这会儿这地儿啊 是大清的国土 那卡尔丹把人民扎在这儿 在此游牧 就是斗气 就是等着康熙皇帝的大军来袭 上一次乌兰部统治战呢 这卡尔丹呢 孤身犯险 差点死在南方 这回啊 他要在这儿啊 等着康熙皇帝 等着这巴西大军 要打一场有准备之战 那这康熙皇帝是怎么想的 康熙皇帝觉得 上一次之所以让这卡尔丹跑了 那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亲征 这回一定要重整旗鼓 整顿军马呀 就要亲征卡尔丹 那看样子 这草原大战呢 那是一触即发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明天呀 这康熙皇帝带领十万八七军 就要亲征 周末都